再说婆子饮酒中间问道 官人如何还不回家 三巧道 便是算来一年半了 婆子道 牛郎之女也是一年一会 你比她倒多格了半年 常言道 一品官二品客 做客的哪一处没有风花雪月 只哭了家中娘子 三巧叹了口气低头不语 婆子道 是老身多嘴了 今夜牛女佳妻 只该饮酒作乐 不该说伤情话 说吧 便斟酒去劝那妇人 约莫半憨 婆子又把酒去劝两个丫鬟说道 这是牛郎之女的喜酒 劝你多吃几杯 后日嫁个恩爱的老公 寸步不离 两个丫鬟被缠不过 勉强吃了 葛不生酒力 东倒西歪 三巧吩咐关了楼门 发放她鲜睡 她两个自在吃酒 婆子一头吃 口里不住地说罗说造道 大娘几岁上嫁的 三巧道 十七岁 婆子道 破得身迟 还不吃亏 我是十三岁上就破了身 三巧道 嫁得嫩般早 婆子道 论起嫁倒是十八岁了 不瞒大娘说 因是在兼毙人家学真旨 被她家小官人调诱 一时间 贪她生得俊俏 就硬撑与她偷了 厨师好不疼痛 两三遍后就小得快活 大娘你可也是这般吗 三巧只是笑 婆子又道 那话倒是不晓得滋味的倒好 尝过的便丢不下 心坎里时时发痒 日历还好 夜间好难过嘞 三巧道 想你在娘家时 悦人多疑 亏你怎生充得黄花女儿嫁去 婆子道 我的老娘也小得些影像 生怕出丑 叫我一个同女方 用石榴皮生反两胃 煎汤洗过 那东西就皱紧了 我只做张做事的教堂 就遮过了 三巧道 你做女儿时 夜间也少不得毒睡 婆子道 还记得在娘家时节 哥哥外出 我与嫂嫂一头同睡 两下轮翻在肚子上 学男子汉的行事 三巧道 两个女人作对 有甚好处 婆子走过三巧那边 挨肩坐了 说道 大娘 你不知 只要大家知音 一般有趣 也撤得火 三巧举手 把婆子肩胛上打一下 说道 我不信 你说谎 婆子见她欲心已动 有心去挑拨她 又道 老身今年五十二岁了 夜间常吃性发作 打呕不过 亏得你少年老成 三巧道 你老人家打呕不过 终不然还去打汉子 婆子道 百花枯柳 如今哪个要我了 不瞒大娘说 我也有个自取其乐 救急的烦 三巧道 你说谎 又是什么烦 婆子道 少听到床上睡了 与你细讲 说吧 只见一个飞蛾 在灯上旋转 婆子便把扇来一扑 故意扑灭了灯 叫声 哎呀 老神自去点灯来 便去开楼门 陈大郎 一次走上楼梯 浮在门边多时了 都是婆子 欲心设下的圈套 婆子道 旺带个取灯去了 又走转来 便引着陈大郎 到自己踏上扶着 婆子下楼去了一回 富上来道 夜深了 除下火种都稀了 怎么处 三巧道 我点灯睡惯了 黑曲曲的 好不怕人 婆道 老神伴你一床睡 如何 三巧正要问他旧疾的 反而应道 甚好 婆子道 大娘 你先上床 我关了门就来 三巧先脱了衣服 床上去了 叫道 你老人家快睡吧 婆子应道 酒来了 却在榻上 拖臣大郎上来 赤条条的 送在三巧床上去 三巧摸着身子道 你老人家许多年纪 身上嫩般光滑 那人并不回言 钻进背里 就捧着妇人坐嘴 妇人还认识婆子 双手相抱 那人默得腾身而上 就干起事了 那妇人一则多了杯酒 醉眼朦胧 二则被婆子挑拨 春心飘荡 到此不暇致降 凭他轻薄 一个是归中怀春的少妇 一个是刻地暮色的才狼 一个打熬许酒 如闻君出玉相濡 一个盼望多时 如避证出携臣女 尊明久汉逢甘雨 胜过他乡欲固之 陈大郎是走过风月场的人 滇轮倒缝 躯尽其去 弄得妇人魂不附体 云雨闭后 三巧方问道 你是谁 陈大郎把楼下相逢 如此香木 如此苦殃 薛婆用计 细细说了 金帆得罪平生 便死明目 婆子走到床间 说道 不是老身大胆 一来可怜大娘青春毒素 二来要救陈郎性命 你两个也是素氏姻缘 非干老身之事 三巧道 事已如此 万一我丈夫知觉 怎么好 婆子道 此事你知我知 只买定了晴云暖雪 两个丫头 不许她多嘴 再有谁人露泻 在老身身上 官场你夜夜欢愉 一些事也没有 只是日后 不要忘记了老身 三巧道此 也顾不得许多了 两个又狂荡起来 直到五更古诀 天色江明 两个物字不舍 婆子催促陈大郎起身 送她出门去了 自此无业不讳 或是婆子同来 或是汉子自来 两个丫鬟被婆子 填画威她 又把厉害话吓她 又叫主母赏她几件衣服 汉子到时 不时把些零碎银子 赏她们买果吃 骗得欢欢喜喜 已自作了一路 一来明去 一出一入 都是两个丫鬟迎送 全无阻隔 真个是 你贪我爱 如交似妻 胜如夫妇一般 陈大郎有心要结识这妇人 不时地置办好衣服 好首饰送她 又替她还了 欠下婆子的一半价钱 又将一百两银子 卸了婆子 往来半年有余 这汉子 约有千金之费 三巧 也有三十多两银子的东西 送那婆子 婆子只为图这些 不义之财 所以肯作牵头 这都不在话下 古人云 天下无不散的言习 才过十五元宵夜 又是清明三月天 陈大郎思想 蹉跎了多时生意 要得还乡 一来与妇人说之 两下恩身义众 各不相舍 妇人到情愿收拾了些细软 跟随汉子逃走 去做长久夫妻 陈大郎道 使不得 我们香蕉使墨 都在削破肚里 就是主人家旅工 见我每夜进城 难道没有些疑惑 广客船上人多 瞒得哪个 两个丫鬟又带去不得 你丈夫回来 跟救出情有 怎肯甘休 娘子全起耐心 到明年此时 我到此密个僻静下处 悄悄通个信与你 那时两口同走 神鬼不绝 却不安稳 妇人道 万一你明年不来 如何 陈大郎就设起誓来 妇人道 既然你有真心 奴家也绝不相赋 你若到了家乡 唐有辩人 托他收个书信 到薛婆处 也叫奴家放心 陈大郎道 我自用心 不肖吩咐 又过几日 陈大郎顾下船只 装载粮食完备 又来与妇人作别 这一夜 倍加眷恋 两下说一会儿 哭一会儿 又狂荡一会儿 整整的一夜 不曾合眼 到武庚起身 夫人便去开箱 取出一件宝贝 叫做珍珠衫 帝与陈大郎道 这件衫儿 是蒋门祖传之物 属天若穿了它 清凉透骨 此去天道渐热 正用得着 奴家拔与你 做个纪念 穿了此衫 就如奴家贴起一般 陈大郎哭得出声不得 软坐一堆 妇人就把珊儿 亲手与汉子穿下 叫丫鬟开了门户 亲自送他出门 再三珍重而别 十月 西年寒泪别夫郎 今日悲齐送所欢 堪恨妇人多水性 招来野鸟胜文鸾 话分两头 据说陈大郎有了这珍珠衫 每日贴体穿着 便夜间脱下 也放在被窝中同睡 寸步不离 一路遇了顺风 不两月行到苏州府 封桥地面 那封桥市柴米崖行巨处 少不得投个主家托货 不在画像 忽一日 赴个同乡人的酒席 席上遇个襄阳客人 生得风流标志 那人非别 正是蒋星哥 原来星哥在广州 犯了些珍珠带茂 苏木沉香之类 搭伴起身 那或同伴商量 都要到苏州发卖 星哥久闻德 上说天堂 下说苏行 好个大码头所在 有心要去走一遍 做这一回买卖 方才回去 还是去年十月中 到苏州的 因是隐姓为商 都称为罗小官人 所以陈大郎更不疑惑 他两个萍水相逢 年相若 貌相似 谈吐应对之间 彼此静默 吉西间问了下处 互相败望 两下碎成知己 不时会面 星哥讨完了课帐 欲带起身 走到陈大郎寓所作别 大郎炙酒相待 促膝谈心 甚是款洽 此时五月下旬 天气炎热 两个解衣饮酒 陈大郎露出珍珠山来 星哥心中害意 又不好认他的 只夸奖此山之美 陈大郎试了相知 便问道 贵县大市街 有个蒋星哥家 罗雄可认得否 星哥倒也乖巧 回道 在下出外日多 里中虽晓得有这个人 并不相识 陈兄为何问他 陈大郎道 补瞒兄长说 小弟与他有些瓜葛 便把三桥相好之情 告诉了一遍 扯着山看了 眼泪汪汪道 此山是他所赠 兄长此去 小弟有封书信 奉凡遗迹 明日清早送到桂浴 星哥口里答应道 当得当得 心下沉吟 有这等意识 现在珍珠山为证 不是个虚化了 当下如针刺度 推顾不饮 急急起身别去 回到下处 想了又恼 恼了又想 恨不得学个缩地法 请客到家 连夜收拾 自早便上船要行 之间岸上一个人 气吁吁地赶来 却是陈大郎 亲把书信一大包 递于星哥 叮嘱千万记去 气得星哥 面如土色 说不得 话不得 死不得 活不得 只等陈大郎去后 把书看时 面上写道 此书繁记 大世界东向 薛妈妈家 星哥兴起 一手扯开 却是八尺多长 一条桃红皱纱旱金 又有个纸壶长侠 那有杨之玉 凤头簪一根 书上写道 微物二贱 樊甘娘转记 心爱娘子 三巧亲收 了表纪念 相会之期 准在来春 珍重珍重 星哥大怒 把书扯得粉碎 披在盒中 提起玉簪 在船板上一贯 折作两段 一念想起道 我好糊涂 何不留此 做个见证也好 便捡起簪耳 和汗金 做一包收拾 催促开船 急急地赶到家乡 望见了自家门首 不觉堕下泪来 想起 当初夫妻 何等恩爱 只为我贪着 迎头威力 批他少年守寡 弄出这场丑来 如今 悔之何极 在路上性急 巴不得赶回 急至到了 心中又苦又恨 行一步 懒一步 进得自家门里 少不得忍住了气 勉强相见 星哥并无言语 三桥自己心虚 觉得满脸惭愧 不敢殷勤上前搬画 星哥搬完了行礼 只说去看看 丈人丈母 依旧到船上 住了一晚